豆腐这个神仙吃法太绝了 简直被箱迷糊了 做少了都不够吃 所以你一定要学 错过就太可惜了 一块老豆腐改刀切成小方块 一次摆到晾架上 风干表面的水分 另一碗中放入葱花 粗的,细的辣椒粉 熟的白芝麻 季然粉 淋入热油,炸出香味 搅拌均匀 接着往里面加入白糖 生抽 蚝油 蒜蓉 多一点的芝麻酱 再次搅匀 先放一旁 灵魂时差来了 两块臭豆腐 加点汤汁,压碎 倒入到料汁碗中 一道臭香臭香的料汁就调好了 锅中油温烧至6成热 转小会儿 下入豆腐块 放的时候小心一些 别让油溅到自己 秦翻几次面 将豆腐炸至金黄 表皮形成胶壳转 控油捞出 炸完的豆腐 分份,装盘 淋上料汁 最后再放上香菜蒸香 家庭版臭豆腐就做好了 迫不及待的来上一块 外焦里嫩 这小味太绝了 简直被香迷糊了 一块接着一块 停不下来的节奏 比小吃摊卖的都好吃 所以你一定要试试 错过就太可惜了 记得一定要多做些 做少了不够吃哦 跟马云 democrati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